我承认 其实我是怕蟑螂的 但是我这辈子 打了大概超过200只蟑螂 为什么 因为女生看到蟑螂会来找我 那我很害怕 女生找我 可是我可以找谁 我永远记得有一个女生 叫我打蟑螂的时候 给我一张卫生纸 只有一张 你们知道卫生纸多薄吗 打下去之后湿湿的 还会动 造成我内心的创伤 我也不敢讲 我只有今天讲出来 后来费洛蒙啊 青春期 我情不自禁地爱上了女生 这种无情的生物 每个男生都一样 你知道我们写字有多丑吗 我们写那个情书 用丑陋的字 写下了我们的真心 一笔一画交给女生 女生一看 哇 真心真丑陋 打枪我们 你们知道我们内心压力有多大吗 是的 那现在 我们终于熬过了感情这一关 我们交过了五个十个女朋友 社会突然对我们说 你是个渣男 我说不对哦 我前女友他也交过十个男朋友 那你怎么说 他的闺蜜们说 那是因为你之前碰到的 都是渣男 公平吗 社会对我们的评价公平吗 那接下来出社会 我们要打拼了是不是 我们要跟女生 一分高下 结果突然出社会 我们所有人头发被理光 北中男的男生通通聚在一起 喜战斗找 你发现 没有女生的场合 是不是公平了 没有 竞争更激烈 你发现有些男生 他是有特长的哦 你大学苦读四年的专长 比不上他的特长 香港人不见得有香港脚 但是我的同袍 他没有住在三只 他有三只脚 好 我熬过了当兵这一年 接下来我出社会 出社会怎么样 时间对男女是公平的了吧 抱歉 国人的平均寿命 男生只有77.67岁 而女生是84.25岁 足足差了七年 再加上我生不如死 一直洗澡的那一年 一共八年 这就是男女之间 年龄上八年的差距 如果国人都只能活到80岁 我们足足少了十分之一 我们等于相对一天 只有21.6小时 要追上女生 24小时的打拼 所以我们出社会 不停地追赶 熬夜 打拼 喝酒 就是为了社会上 有竞争力 为的是什么 不是自己 而是让另外一半 有个可靠的肩膀 可靠的感官 结果我们没有照顾自己 没有去健康检查 导致三个人 就有一个人 有三高的问题 我们甚至没有时间 出国旅游 我们没有去过印度 硬度不足的问题 就来找我们了 40岁 再过四年 我就40岁了 我希望你们可以给我一个 热烈的掌声鼓励 帮助我挺过这一关 接下来 把你们的掌声 回向给在座所有的男性 你们辛苦了 谢谢 好 3分06秒的时间 谢谢害怕蟑螂的扬声达 看播出之后 我觉得之前可能 一二期的那个语速 还有用字太健身的时候 我自己是观众我都会出戏 所以我这一次的故事 我就是很用切身的第一视角 把很多语气口吻 直接就写成最白话中的白话 来呈现我想要讲的东西 好啦这个 大家听到现在 大家听起来 男人压力就是比较大 因为我刚刚有讲 身为女性 我们非常了解自己的长相 正不正胸部大不大 可是男人永远没有办法知道 自己的老二大不大 他们只能一直打炮说 我大吗 我大吗 可是他都不知道 女人有没有在骗他们 因为我们真的会骗他们 我们在打炮的时候 女生不会一直跟对方 确认胸部的大小 因为我们平常私底下的姐妹 就会互摸了 但男人从来不会跟兄弟 掏出老二来比较 他们不了解自己在社会上的定位 所以他们压力很大 最近MeToo一直爆麻 那男人压力也很大 因为他们就很怕说 以前性骚扰过 别人会不会被爆出来 自己一戏的成就就没了 像女性就不用烦恼这些 我一天到晚在男生面前开黄枪 还会一直偷摸 男人的胸肌侯昌明跟陈大天 都被我性骚扰过 请问他们有站出来指控吗 他们不敢 因为被我性骚扰很丢脸 他们承受很大 他们承受很大的压力 他们压力大到 宁愿把这个秘密带进棺材里 另外这个压力其实是比较来的 因为现在的男人 不只压力大 是越来越大 在古时候呢 男人遇到喜欢的女人 是可以把她直接敲婚 就扛回山洞里 但现在男女交往呢 必须要在乎女性的感受 还要取得她们的积极同意 才有机会打炮 女生如果突然对她们说 不不 她可能会以为对方在叫她 现在社会的 现在社会男生的压力是越来越大 但却被要求不能表达出来 因为女性对这个 我们情感上表达 大家比较愿意同理 大家看到Kimberly哭 会觉得心疼 觉得她被霸凌 大家看到黄浩萍哭 就会骂她恶心娘炮 黄浩萍压力非常大 女生被性侵 人神共分 男生被女生性侵 反而大家容易不会认真看待 如果是男生被男生性侵 那个压力就是加倍 你看炎亚伦跟她的前男友 两个男的在记者会上 压力非常大 你看是我们性骚扰 被多久了才讲出来 她等到公司收了她才讲出来 你看她压力有多大 更重要的是 这个台海情势现在非常的紧张 如果台海发生战争 中共武力犯台的话 台湾的男性通通都会被征召去打仗 生死交换的事情 难道压力不大吗 请问只有两分钟吗 两分钟 是的 只有两分钟 好 谢谢 恭喜你超时了 压力太大了 走 谢谢 好 两分21秒已经到了 扣分的标准了 因为在第二棒的论述是两分钟 就是时间没抓好 就是觉得 其实我有点把新赛制搞混了 就有点可惜了 我来简单一下回答一下凯莉 凯莉如果要讲NoNo这两个字 为什么不能大大方方讲出来 一定要把它写在稿子里呢 可见得女性在现在的社会当中 我们连发言 我们都要如此小心翼 难道女性的压力比较大吗 然后我们再来讲一下 刚刚既然凯莉有提到古代 我们就来讲一下 其实古代女性的压力才大 为什么这个社会上存有女性 在女性的压力比较大 我们来看几个中文字 首先 肩 翻翻翻 表 嫖 奴 奸 各位 这个社会对女性很不友善嘛 为什么女字旁的字 带有这么这么多的贬义存在 尤其是这个肩字 最说不过去 古代在做汉奸 在做贱犯科 全部都是男人 但是为什么这个字 却要被冠上女字旁呢 所以女人 古代就是在背文字黑锅 我们难道压力还不大吗 来到了现代社会 大家以为有比较好吗 没有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养眼的照片 这是昌明哥的老婆 亚兰姐 站在海边拍了一张 穿比基尼的照片 我觉得这个妈妈很辣很正 但是你看看 旁边的留言写什么 做妈妈还穿这样 不剪点 自以为很好看 还有难看吗 你觉得我们女性压力不大吗 再来说 现在的社会当中 我们真的有比较进步吗 我们很多女人 在哺乳的时候 在高铁上 在飞机上 我们在哺乳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在孕育下一代 却有旁边很多人指责说 这个很难看 要不要去厕所 我就问 你都不会把便当拿去厕所吃 请问一下妈妈 为什么要在厕所里面 喂宝宝吃饭呢 然后我们再来讲一下说 现在的社会上 不会有人要管 男人的精子什么时候用完 但是每天都在恐吓 跟警告女人说 你的卵子要消失了 你的子宫到底要不要用 请问一下 我们的子宫已经不是我们的子宫 我们的子宫是全民子宫 是社会子宫 最后我要讲 男性主管发飙 就是大刀阔斧有魄力 女性主管骂人 就是情绪化 那个来或是更年起到了 我们明明就事论事 动不动被讲成消杂暴 我只想说 你才是消杂暴 你全家都消杂暴 谢谢 好 谢谢黑队的吴亦佩 谢谢 探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